台南无基地 我不用战争 大师握拳呼口后 年底选举话题越吵越热 激进党积极备战 台南市党部正式乔迁东区 并公布第一波市议员参选人 我们要让台湾拥有主体意识的 天然独的这样的一个世代 定根在台湾的政治的 那个地方的土壤上面 重新来搅动它 从地方开始改造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 那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够确保 未来像中俄选区的那一种 地方的那样的长期家族势力 把持的这种状态 对民主的反复的 这件事情不会再出现 激进党四位新科议员参选人 各有来头 其中永康选区吴一杰 是台大新理系毕业的高材生 身兼男士党部新闻部副主任 挑战东区的李宗林 是台南党部协任主委 2018年也曾参选市议员 只差515票习败 今年要扮演母鸡角色 带领激进党在台南建立 贪头暴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因为上一次其实只差了一点点 代表人民对我们有期待 我们四个人会一直打团体战 虽然比较没钱没事的候选人 可是只要团结在一起 就有办法集结成一股力量 来改变台湾社会 成为更好的选择 让人民来去选 我比较专注在自己身上 手捧错的部分 其实是空战部分 或是在网络上面去讨论议题 然后让大家可以注意到 台湾基金有这样的年轻人 出来参选 五位大党候选人 百花齐放 基金党内四位新秀 站稳起跑线 强攻年底议员选战 以成立党团为目标 力拼四席全上 欢迎新闻成员为李温宇 李嘉倩台南报导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2.0全世界